已读不回的恋人 蔡黄乳 豆花妹 笑称在剧中好像女客男 也曾为复杂剧情撞墙 还是 三历周日偶像剧已读不回的恋人 本周播出最终回 最后忠诚汉所饰演的冯颖到底是生还是死 他与蔡黄乳 豆花妹 是否可以有情人忠诚眷属 还是注定就是悲剧的命运 至于结局是怎么样的收睿 蔡黄乳 豆花妹 表示自己一直喜欢悲剧收场 毕竟现在社会有太多残酷与不美好的日子 蔡黄乳 豆花妹 在三历演出了三部不像偶像剧的偶像剧 包括1989亿年间 我的爱情不平凡及即将下档的已读不回的恋人 而这三部唯一共通点就是都不属于唯美浪漫的偶像剧 其中两部还是时空剧 蔡黄乳 豆花妹 说 这应该叫做 类偶像剧 吧 也开创了偶像剧的新题材 不是公主与白马王子过这幸福的日子 由于已读不回的恋人的剧情逻辑比较复杂 蔡黄乳 豆花妹 出现在两个不同时空中 她就表示自己在拍摄过程中也出现很多撞墙事情 因为剧情变换让她有时一扇神也消化不了 生出好多疑问 她笑说在剧中就好像与柯南在办案 因为两千年的她要想尽办法去改变历史 去拯救2108年的钟承翰 蔡黄乳 豆花妹 在最后一场戏中再次穿上婚纱拍摄 她笑说在剧中穿过好多次婚纱 但因为蝴蝶效应每场婚礼都有不同的结局 婚礼变得好揪心 几乎都是忽帝生死力竭的演出 堪称是最辛苦的婚礼 所以在剧沙清后就说 短时间内我不要再穿婚纱拍戏了 不过这次让她演最过敏的就是角色在两个不同时空出现 一个是冲动派 另一位则是很女人味 由于这次演出很放 不少网友都表示蔡黄乳 豆花妹 演技爆充 突然什么都可以演了 而这次与钟承翰合作演出 笑成两人成了好哥们 尤其是在开拍初期她当了爸爸 可以感受钟承翰努力想成为大人的大男孩 从大男孩变爸爸 宝宝带给了她很大的力量 只要一直看宝宝照片就好开心 增加好多努力的能量 在剧组钟承翰就是大家的训导主任 也总是给演员撕下很多能量 再累她还是希望大家打戏精神 想尽办法让大家开心 继继续